又偷偷爬上来了 你这个小孩子胆子太大了 爬上来这里拿杯子 等一下这里给你全部拿下来都没了 摸 摸 我说他不可以下来 不要摸 他坐在这个边边这个位置看一下 他胆子很大的 叫我不要摸他 他自己做的就好 我想要扶着他不要倒到后面下去 他说让我不要摸他 要上去拿那个酒喝 可能那个是这样的吸的 那是什么 你的饮料做做 妈妈 又去后面拿杯子了 阿妈放下来 这个小家伙 等着很大 摆鬼留了 摆鬼 给你们看一下弟弟怎么下来的 摆了这就卡不 留了 留了 小心翼翼的 看一下他就是这样下床的 爬上高的下不来就是这样下来 哈啰 哈啰大家好 是阿米 现在已经是11点多了 然后呢 全部都已经打扮好了 这些是比较大件的 全都是海鱼 对省外的 然后第一帮车要发走 现在是等快递过来 然后再帮出去 里面有开风调 比较凉一点 不然门口太热了 不然帮出去 这两个 全都是大箱的 快递收来了 先帮出来 关门 天气太热 快点已经全部帮忙了 然后今天中午煮面条吃 早上买了一些生的面条 这边煮水了 加了一些干杯做汤底才鲜甜 天气比较热 我们最近这两天都是一锅酥 不是煮面就是炒饭 然后这个是肉饼鱼条 鱼饼饼 小朋友喜欢的 这面条不用全部煮 买的比较多 加一些生菜 然后这个黑虾 下了半包 一包拿去水煮了 这个拿来煮面的 加几条虾 汤水更鲜甜 也比较营养一点 加一点冬菜 这是最好吃的 冬菜一定要下 不下就没味道了 水开了 可以下材料了 这个干杯是提醒泡发的 如果没有泡发的 就要煮一下 护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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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子都喜欢吃 这种都是没有添加的 太油了 有条大虾都放下来 伯伯把这个头剪掉一点 怕有那个刺 会砸到小朋友 下点猪油 下点盐 不过是下个蜂蜜好吃 不过是下个蜂蜜好吃 清菜还有面条 往一点下 等一下一煮就可以了 不要煮太烂 这个干杯泡一泡再来煮 就很容易入味 就很容易入味 开始下面条 这个面条真的不错 我们这边很多那些店面都有在卖的 但是他下的太多味精了 我们就不敢吃那个汤水 味精的味道受不了 看一下这个海鲜面 我们下的都是一些海鲜 干杯啊 虾 他这个就是比较鲜甜 他这种甜味是 自然的 这种海鲜的甜味 那个店面卖的都是那个 味精不敢吃 下点青菜 青菜全部下了 多一点 这个水好像有点少 再煮一点开水加进来 等一下太少水了 好了 现在盛出来小朋友一人一到啊 暑假在家里就是这样吃 他们都是最喜欢的 这个面条就是刚煮出来来吃最好吃的 不然等一下一软就不好吃了 搭配两条青菜 小时候吃太多了 估计小时候婆婆是天天炒虾 给她吃 炒那个野生海虾肉给她吃 哇 干杯 这一碗面到外面买 50-20块钱 这碗给妹妹妹 妹妹喜欢吃虾 她最少要吃4个 可以了 外面有空调放到外面凉 厨房太热了 看一下我们桌 这个东西太多了 这婆婆炒的 鱼鱼缸 早上做的热饼 留了一大块给弟弟吃 我们这个早上吃剩下的煎蛋 锅皮鱼 锅皮鱼 现在要吃粥 都要吃就是 虾皮你们可以这样炒 我们早上都是这样 洗干净炒一点葱花 非常鲜甜的 真的好吃 你一点点生抽就可以 又补干 鲜鱿鱼炒久菜花 这个是大虾 一盒分两个做法 一个煮面一个拿来煮 今天吃面条也有粥 一桌菜 天气太热了 婆婆炒菜就是用这个小碟子 喜欢多样化 炒一点这个炒一点那个 一粥也不错 吃面啊 婆婆给你留两个大虾 好香 等一下吃 还很烫 这是谁的 这个大虾的 他以为我们在吃的 立刻就喊